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美元一直牢牢占据全球通用货币和储备货币的位置,因此美元每次降大波动,都对全球经济构成一定冲击。 比如上世纪80年大株的拉美战务危机,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美元大涨,油价大跌,对全球石油国经济的打击等等。 美元在2015年底结束QE周期,开启罕见加息周期以来,多个地外储高美元外债的市场已进入不堪一击的脆弱模式, 亦如我们近期提及的爱根廷、土耳其、印尼、印度、巴西、越南、巴基斯坦已堪称经济上的玻璃之国。 尽管一些央行已跟随美联储加息,但其货币和经济依然被一买笼罩。 以印尼经济为例,印尼央行5月以来,已经5次上调了基准利率,印尼的今年以来已经跌了9%, 印尼的10月2日,更是跌出了20年低点。 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首次跌破15000亿一顿美元, 新加坡里给惹的市场策略施盆。 金格雷在接受彭博采访时分析说, 印尼经济自身脆弱性,正成为该国货币大跌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持续扩大的坚强项目赤字, 令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 不过,一些分析是认为,在预计美联储将持续加息, 至2020年的过程中,美元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风险, 基本已在近期陆续释放了出来。 主要就是针对那些过去过度依赖美元贷款的经济体。 接下去随着全球各主要央行, 或将进一步跟随美联储加息, 美元或将一步步进入雷声大与点小的虚张声势状态。 对于拥有强大外汇储备护城河的经济体而言, 美元利差的予利空间越来越小, 美元或将节节败退。 全球最大公募Vanguard美洲区首席经济学家Roger Aleogdias近期表示, 美元的走强的好日子, 火载不远的将来就会终结。 而美国经济减缓, 美债收益率高起, 高通胀率和不断扩大的经贸市负, 将会是这轮美元鉴定的信号。 深导银行分析师Steam Jacobson所表示, 美元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增长已达到顶峰, 预计在2018年四季度甚至到2019年一季度, 全球经济衰退有23%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 全球市场还有一个魔咒, 这就是每隔十年的一个经济周期。 路透社近期报道, 接受路透查访的市场专家认为, 现在距离短期美国公债收益率, 殖利率超过长期公债收益率, 最多还有两年, 甚至明年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美债收益率区限道观, 被许多分析师, 认为是一个可靠的经济衰退指标。 Jenny Montgumri Spot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Guy Levers表示, 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可能已经在2018年出定, 美联储获更加关注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风险。 根据美国财政部9月公布报告显示, 8月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2140亿美元, 要去年同期赤字1077亿美元增长99%, 相当于在一年的时间内, 美国联邦赤字翻倍了。 这是美国70年来最高单月赤字之一, 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算案也曾显示, 当2019财年, 美国财政赤字将达1.2万亿美元, 而现在美国联邦的净资产是无可救药的负数, 负20.4万亿美元。 联邦预算委员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戈德卫数月前就曾指出, 美国经济已永久性进入一个万亿美元赤字的时代。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债务赤字累积总额也不断报表, 特别是在最近的一年多时间内, 从19万亿至20万亿, 载到21万亿美元轻松实现了三级跳如下图。 近日,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 美国亿万富翁雷达里奥, 近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预测, 美国的下一次债务危机将在几年后出现。 另据美国Business Insider网站报道, 达里奥近期还表示, 美国目前处于这个周期的最后阶段, 美联储开始修减货币政策, 而经济已经无法强劲增长。 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正在按照美国大萧条的剧本发展, 美国两年内发生新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而目前的经济发展进程在许多方面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大萧条的情况。 分析认为, 一旦全球投资者大举偷售美债, 向美元资产说不, 达里奥的上述预测或渐行渐进, 无独有偶。 根据美国财政部最近一次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报告数据会有两个月的延迟。 TIC显示, 至少15大在全人中手减持了美债, 包括巴西、英国、瑞士、开马群岛、 比利时、印度、加拿大、德国、瑞典、墨西哥、 澳大利亚、意大利、菲律宾。 中国内地所持美债规模连续两个月大幅下降, 继6月减持44亿美元后, 7月半再度减持了77亿美元, 目前降至1.17万亿美元, 未今年1月以来先低。 尽管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 但几乎已是近13年以来, 相对本额的最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美债第二大债权人, 日本既在6月减持184亿美元美债后, 在7月半增持51亿美元, 目前持仓量为1.0355万亿美元, 但新美债持仓总量, 仍创下仅6年以来先低。 而俄罗斯与土耳其分别连续三个月和两个月, 没有出现在TIC名单中。 这表明俄土或正在进库, 余青仓是抛售美债, 亿万富翁投资人吉姆罗杰斯, 长期兼职的一种观点事。 二、在庞大的债务问题重压下, 美国面临着比2008年金融好笑, 还要严重的一场危机, 受美国债务及美股高估值的影响, 美元资产或将成为彻头彻尾的威胁。 罗杰斯也多次建议做多中国企业, 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 并表示美国经济在高额美债的情况下, 已危机重重, 而中国由于持有大量美债, 将掌握更多主动权。 玩BWC中文作品,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 或转换视频、音频等, 微者必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